捞陈香 在印度西部有一个年轻人 他每天都冒着生命威胁 在沼泽地带捞取一种 稀有名贵的香料 陈香 又找到一块 他就这么捞啊捞啊 好不容易才攒够了一车的沉香 卖沉香喽 卖沉香 上等的香料沉香啊 那么多沉香 如果卖掉这一车 那放来的卢比肯定够我一年的花费了 那你辛苦也就没有白费了 便宜的木炭 一楼十五个卢比 快来买快来买快来买 快来买快来买喽 喂那个 快来买沉香啊 名贵的香料 名贵的香料沉香啊 名贵的香料沉香啊 你的沉香怎么卖啊 这块算一百个卢比吧 一百个卢比 这么贵 谁会来买你的东西啊 一整天 这个年轻人的沉香 一块也没有卖掉 而旁边的那个人 却卖掉了好几车的木炭 这么多人买木炭 不如 不如我把这些沉香烧成木炭 还容易卖一些 木炭 快来买最便宜的木炭 小伙子 你这木炭怎么卖啊 这么贵啊 再便宜点 再便宜点 这小子可真够傻的 沉香烧成木炭来卖 一下就卖个金光 可是只换了那么一点钱啊 今天你卖的怎么样啊 我把沉香烧成木炭卖了 结果只换了这么一点卢比 你把珍贵的沉香变成普通的木炭来卖 这么没有耐心 不能好好地等待机会 只顾眼前的小栗 真是划不来呀 有道理 都怪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 辛苦工作换来的 只有这些了 经得一番寒彻骨 迎来梅花扑鼻香 水 水